我覺得這年輕的小女生 應該就可以吃飽了吧 很健康沒有小女生 對耶 欸 教官長得好可愛喔 怎麼辦 教官單身嗎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所謂千千 還記得我們之前學校的學餐 去拍了日本的第一學府 東大嗎 是不是這樣看下來之後 就會很好奇 台灣的第一學府 他們究竟都吃些什麼東西 但是呢我們今天不是拍台大這麼簡單 我們不想要跟他拍台大 大學生人家常情宿 年紀拍得比較大 我們今天要來拍高中 北一女跟建中 是不是會很好奇 他們中午到底吃些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嘗試看看 但是呢 網路上搜尋的資料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就派出我們的街坊小隊 直接詢問北一女跟建中的學生 他們到底中午都吃些什麼東西 啊 青春的氣息 究竟都吃些什麼呢 我今天開場是不是應該穿學生制服呢 走吧 我們就一起來看他們都吃什麼 老師 你們想要去吃什麼 欸 我要去吃 建中豆漿店 可能會去吃那個老建吧 老建中乾麵啊 四海包子店吧 我想吃 一直下去呢 有一個浮井 同學有沒有自己推薦的浮井 想要吃的浮井 廣東炒飯還蠻好吃的 郭靖跟林甘都是很熱門的那個餐廳 那邊 明波西街那邊有一家綠色招牌的 叫浮井 你們中午都吃什麼 小熱的薯不辣跟卡拉 小綠特餐 鍋燒麵 我喜歡鍋燒麵 鍋燒義麵 烏龍麵 我是比較常吃鍋燒麵 因為它感覺好像比較健康 你送的 你看到 禮物 會不會太特別 欸 雅映妳有覺得有唱歌 印滿準的嗎 最近 好 我們現在呢 換到了建中 建中非常的特別的是 他們居然可以到校外吃飯 然後呢 我們這一次也採訪了 非常多的建中學生 他們推薦的呢 我們這樣一眼望過去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豐富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有一個是那個 江浙四海點心 我覺得這個感覺不像是 年輕人會吃的東西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看看吧 接下來吃的這間是老建中的麵店 它推薦的是炸醬麵 乾麵跟紅油炒手 學生有講什麼特別的嗎 有講說乾麵嗎 他們就說他們最常點的是炸醬麵跟乾麵 然後紅油炒手的是 TTA跟D卡上面的校油 老校油 我跟妳說這真的有差 因為學生時期的時候 點個乾麵比較不便宜 紅油炒手這麼貴的 學生怎麼可以點 想當初我以前學生時期 從來沒有吃過紅油炒手 有啦 紅油炒手麵 因為這種覺得只有炒手吃不飽 你點一份炒手 你一定會加點一碗麵 這樣加起來價格又太高 喔 它乾麵才賣35塊喔 不是啊 各位 小婉長這樣你覺得它算小嗎 我覺得這年輕的小女生 應該就可以吃飽了吧 想見都不要小女生 對耶 但是這個分量不算少耶 你看這個乾麵小碗的 我覺得這算滿滿的一人份耶 它聞起來很香耶 它這個感覺 我已經大概想像出來是什麼味道了 欸 我覺得可以賣耶 因為它是那種 古早味簡單朴實的味道 有點帶一點點鹹味 跟一點點肉燥的味道 然後它蒜其實給滿多 我覺得吃起來滿香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因為我們買外帶 所以它麵條會稍微軟一點點 這個內容吃起來應該還不錯 就是我覺得它還滿符合它的價格的 而且它符合它的價格又 高於我對這個價格的期待 所以我覺得還滿OK的 欸 這個我可以理解耶 哇 它這個蒜放的 很棒 好黑 好 接下來是炸醬麵45塊 其實我覺得它賣相跟乾麵有一點點像耶 只是它上面鋪了一層炸醬 感覺調味肌底應該是差不多的 哇 這阿公阿嬤對學生很好 你看這個 因為通常如果我們吃炸醬麵 或是那種 上面會淋肉燥的那一種啊 你就是只有上面那一層油 這個是連下面都有耶 所以它算是放的 算是不… 不少 你是南部人上來的話 想要吃一點那種中南部的味道 可以來買一下這一間 因為這間調味跟我阿嬤的調味很像 我覺得與其說炸醬麵 我覺得它吃起來比較像肉燥麵耶 因為它的炸醬味其實沒有到非常的重 所以我兩種比起來啦 我好像會比較喜歡乾麵多一點 因為乾麵的蒜香味 我覺得就是那種很純粹的味道 炸醬麵它就是多了那個 它淋的那個 有點像肉燥 不太像炸醬的那個香氣 就看你如果 真的很想要追求一點古早味 你可以吃吃看這個 再一個 紅油炒手 來囉 它這個紅油炒手 它給超多的耶 一個炒手這麼大顆耶 這樣喔 它跟我印象中的紅油炒手 顆數好像多更多 還是因為它比較大顆的關係 它跟我們印象中的紅油炒手 其實調味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會覺得那種花椒的香氣 那種紅油炒 就是味道比較壯極 比較強烈 但它這個有點像酸辣醬 大家有吃過那種酸辣粉嗎 大概是那種調味 然後酸的程度比較高一點點 你看看它肉燥有多多 你突然吃完紅油炒手的時候 不是都只會剩下醬嗎 這裡面是還有放一些肉燥下去的 然後它的辣是很尾韻 才會慢慢拉上 喔 真的好像酸辣粉喔 欸 之前我很給過耶 超級給過耶 它甚至就是 我現在是一個出社會的人 這如果在我們家附近 我會去吃它 就是如果今天沒有特別想要吃一些什麼的話 因為我覺得它味道有點 中南部的那種味道 然後紅油炒手 我覺得跟想像中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也算OK 接下來這一間是 林家乾麵 簡稱林甘 林甘 你是自己取的嗎 真的啊 是不是最近流行簡語 你才這樣講的嗎 我也是自己取的 叫林 就簡稱林甘 學生怎麼可能跟你說 我都吃我們家父親的林甘 是嗎 真的嗎 真的 林甘的話就是 林家乾麵 不因為廣草跟林甘都是 很熱門的那個餐廳 名字都叫建宗叉叉叉叉叉叉嗎 呃 林甘不是啊 它的乾麵 很乾麵耶 是不是你們有忘記帶什麼醬回來 你看這邊有什麼 撒鍋乾麵 撒鍋乾麵有沒有 撒鍋乾麵那種類型 我們是要自己加一些有的沒的 加烏醋 然後如果它旁邊有辣沙 或什麼之類可以自己加 我們還特別準備了一個非常復古的碗來吃它 很像什麼異形耶怎麼辦 林甘乾麵 我來試一下 欸我們的筷子很適合吃壽司耶 因為很細 這兩隻是不同的 對耶 各位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味道啊 就是一般乾麵的味道 然後口感上偏軟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外帶的關係 所以我們麵條就先不講它的口感 但是我覺得它單純你在咬麵條的時候 我覺得香味還滿不錯的 然後我在想說 它應該是有點類似要 就是在店裡面自己加一些 可能像大渣烏醋那種就是 隨便你加的 隨便你加 調味 吃完了是零加乾麵 如果單就吃麵 然後沒有什麼調味來說 我覺得它麵條其實還滿好吃 因為它那個麵條本身不會到太鹹 然後口感我覺得也滿好的 只是它外帶它會比較軟一點點 但我覺得單就麵條本身 口味我覺得算滿好的 所以我自己 剛剛自己再亂加一些像香柳 然後我覺得這整個拉起來 其實就已經滿好吃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感覺有點像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自己吃過那種豬油拌飯 就是你稍微就丟一塊豬油 然後拉一下那個 如果你飯煮得好 那就是一個人間美 我覺得大概是這種感覺 下一家 接下來這個呢是廣東小吃 我們麵麵 再來就是要翻的 這一間呢是排骨蛋炒飯 但它有名的是雞排蛋炒飯 這是雞排賣完 可是今天目前價位算比較高的90塊 但是它是附一大塊肉耶 以我們在外面買便當 喔 它不是只有蛋炒飯 它還有一點便當的配菜呢 還滿用心的耶 以前在吃便當不是會把那個肉 放在這個上面嗎 大概是這樣子啦 以前吃便當就會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不算貴耶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價格怎麼樣 可是因為現在台北便當價格都滿貴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90塊好像還可以接受 我覺得它吃起來有點太鹹 但是它的肉咬起來不會到乾耶 我覺得它算如果以便當店的排骨來說 有比一般基準的便當店的排骨好一點點 因為它中間的肉不是乾的 然後至少還有一點點厚的 因為以90塊的排骨來說很多都會這樣子 很薄很薄的一層 所以我覺得台灣還可以接受 然後我知道為什麼那麼鹹 你看這個 可是它粉撒得滿多的 我們來吃看看它的炒飯 一般的蛋炒飯 我覺得它好像蛋炒飯 可能在撒一點那個胡椒在上面 而且它本身因為這個排骨的調味比較鹹 就是它撒的那種粉比較多 鹹度比較高 所以它蛋炒飯的味道就會調得比… 也不是調 就是炒的會比較清淡一點點 我覺得它炒飯有一點滿加分的 可是它的炒飯是滿粒粒分泌 它不像有些便當店的那種炒飯 它會很濕很軟 我覺得那種炒飯就比較不適合 我覺得它的海蛋還滿好吃的 它不是那種打包外帶便當的那種 有點塑膠感很重的那種海帶 它是那種有點軟Q軟Q的那種 應該是蜘蛛餐比較會出現的那種類型的海帶 吃完了這一間廣東小吃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就是正常 然後在我們家附近我可能會選擇乾麵 但是如果今天想吃頓飯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買到它最有 最受歡迎的雞排 我覺得排骨吃起來還滿OK 因為我覺得90塊它甚至有符合 我心目中標準的90塊的一個價位 好 下一個 接下來這一間呢是四… 江浙四… 等一下 我的眼睛真的很不好 接下來這間是江浙四海點心 我剛剛要說四這 我發現不對 江浙四海點心 然後點的是它的肉絲蛋炒飯跟它的肉包 我們先來吃吃看它的蛋炒飯 哇一千多個評價還可以四點二顆心 我覺得很強耶 哇 這個也很有膠的味道 大家不要覺得 為什麼我覺得很多都是那種膠的味道 因為我阿嬤跟我媽算是很會煮飯 它這個啊 下去的時候都是那個高麗菜的那個甜味 應該木色看得出它高麗菜給的超多 所以那個高麗菜的甜味 就是整個在你口下面炸開 然後它的飯的口感更好 你咬下去有口感 又有那種香氣在裡面的那一種 然後也不會到過硬 粒粒分明 這好像媽媽會炒出來的味道喔 嗯 可以 炒飯好吃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肉包 20塊 20塊 它的麵皮香很棒耶 包子那種皮的味道 很及格的包子耶 它這個才20塊 它那個包子皮咬起來是會香的 而且是帶有點Q彈Q彈的 然後它那個內餡的肉汁跟肉味非常濃 就熱熱吃應該會有汁吧 很香耶 肥瘦肉的比例很剛好 所以吃起來你不會覺得太油膩 主要是它的皮啊 我覺得它皮很好吃耶 而且它的皮其實算滿厚的 可是你不會覺得說 裡面空空的 因為我剛剛咬下去的時候 這肉包有些 有的 有些看起來會很像空包蛋 咬下去很空 然後中間就覺得很紮實 一塊肉球就這樣 這很適合沾剛老建宗麵店的那個紅油炒手 因為我很喜歡把包子沾那種紅油炒手的醬 嗯 吃完了我們的江浙四海點心 我覺得這兩樣吃起來都還滿好吃的耶 如果也是屬於在我們家附近 我會去吃它 雖然說不會特別去啦 不會特別去我一定都會為了包子去 因為這包子可以買很多 然後冰在冰箱裡都慢慢熱 我覺得這兩樣吃起來都還不錯 好 下一樣 好 接下來這間呢是福井麵疙瘩 但是學生推薦也不是麵疙瘩 他推薦的是啥呢 辣麵 我們先來吃豬肝麵 裡面是85塊 85塊以學生來說 欸 現在學生一餐你們都大概值多少錢 有學生會看我的房子還是 還是長輩 我在路上啊 最常遇到的跟我合照的 通常都是我這個年紀以上 我這個年紀以下 對不起 少 就是讓大家的兒子跟女兒吃飯去用餐 一餐都大概多少錢 它這個豬肝算正常多啦 我覺得以85塊來說 這個給的這個量是OK的 好 它湯其實喝起來算滿甜的耶 然後整體的味道其實沒有到很重 算是比較偏清爽的那種糖頭 欸 我其實滿意外的學生會推薦這個耶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學生時期吃的 吃的東西口味比較重 這個對我來說算是偏清爽的那種 湯麵的味道 會不會是因為吃清爽一點 不要吃太heavy的 然後這就會比較清晰 好 我最近能吃太多炸煎 我就不太輕 吃完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我們的鮮肉湯麵 然後這個鮮肉湯麵它是95塊 來 喝一口湯 我要吃一下這個肉 吃一下麵 所以剛剛的那個豬肝麵吃起來味道差不多 因為畢竟湯底應該是差不多的 然後鮮肉的味道吃起來會再更輕一點點 它的湯頭甜度還滿高的 我比較 我個人對這個 這種的口味比較還好一點點 但因為它評價 評分數真的很高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其實也可以吃吃看 如果住附近的話啦 然後它的豬肉是稍微偏乾一點 認真來說兩個比起來 我會比較喜歡豬肝麵多一點 喝完了我們的福井麵疙瘩 我覺得它湯底都一樣 然後 以價格來說 就其實我覺得它算熟哥短碗那一種 湯頭有點喝不太習慣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點 比較有點偏甜一點點 但我覺得整體吃起來 我覺得滿符合學生會吃的價位 然後味道我覺得就正常OK 建宗結束 接下來我們換肥衣女 什麼 18歲了嗎 聽說官網現在 有一個生日慶的活動 下山大個不行 優惠大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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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感謝大家支持水肉 還有準備一些小禮物給大家囉 想知道 詳細的資訊嗎 趕快去光網蹦起來 我要趕快去補貨吃麵了 掰掰 我們這次北宜女跟建宗 他們中午會吃什麼東西呢 然後我們採訪了很多北宜女的學生 他們都說他們會吃裡面的熱食布 因為他們其實是不能外出去用餐的 我覺得北宜女跟建宗 他們的落差遠大 因為建宗是很多 大部分都是出去吃對不對 出去校外 但是北宜女呢 他們就是叫外送 或者是吃裡面的熱食布的東西 今天呢 就邀請了一個北宜女的學生 跟我們一起交換午餐 她買熱食布 她自己推薦的食物給我 然後呢 我就買她想要吃的日式便當給她 後面就是我們的北宜女了 我們就一生你GO吧 為什麼北宜女的校門口 看起來很可怕 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覺得看起來很莊嚴嗎 欸教官長得好可愛喔 怎麼辦 教官單身嗎 跟大家說 考不上北宜女拿不到裡面熱食布的東西沒有關係 我們有安裝 我們歡迎宜貞 耶 哈囉 哈囉 然後呢 我們今天呢 請宜貞幫我們帶來一下北宜女熱食布裡面的美食 我想問一下宜貞 因為我們這一次其實採訪很多北宜女的學生 他們通常都是吃裡面熱食布的 那你有沒有推薦什麼東西 我這次買了五個東西 一個是水餃 然後卡克力卡拉雞 很好吃 最近意外發現的 番茄鍋上面 不知道為什麼吃幾次都不會膩 一米蛋餅 就是一個無功無果 及格但是好吃的東西 還有一個滑蛋的烘飯 有時候同桌吃的超香的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味道 那我有個問題 我們採訪很多北宜女的學生說 這附近有點像是美食沙漠 你自己覺得是嗎 就是這附近還是有吃的東西啊 像旁邊公園的那個 旁邊公園還是什麼 旁邊公園的普攻音 算是附近的可食用物 我看到教官了 我看到教官了 喔 壓力好 壓力好 然後還有附近有那個什麼 萊爾夫啦 現在這三年來沒有吃過 就是我們這附近唯一的食物 等一下 我剛剛說那裡附近有沒有 真的是美食沙漠 他說有三年來 唯一沒有吃過的萊爾夫 這個回答算是蠻特別的 今天非常謝謝宜珍 我們今天算是一個 初次見面交換午餐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呢 也準備了午餐 宜珍說喜歡吃日式 對 我很期待 好 我們今天謝謝宜珍 大家也要記得訂閱宜珍 然後Youtube跟IG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現在回到了我們的辦公室 要來開箱一下 北韻女熱食部的美食了 你知道整個從宜珍接手過來的食物 我感覺我等一下吃了之後 考試好像都會考一百分了 你如果現在給我一個 那個是用什麼機制 九宮格那個啊 甜字的啊 蘇度 蘇度 唉 你們這些人 你沒有吃你怎麼已經變得這麼聰明了 感覺我等一下就是會蘇蘇的給他解答 然後呢我們現在要來先趕快吃 因為比較燙燙更吃 首先我們先來吃一下 最容易影響的這個鍋燒麵 它是番茄鍋燒麵 剛剛宜珍說 吃了好幾天 就是吃不膩 究竟是多不膩我們就來吃吃看 而且它超大一碗的耶 它現在目測看起來料超多的耶 欸 台南人 鍋燒麵是不是本來料就超多 以一個台南人看這個鍋燒麵 你就感覺怎麼樣 欸 以前是那次的料嗎 它有蛋 有蔬菜 然後又有肉 感覺還滿完整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吃起來就是還OK的鍋燒麵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湯頭鍋 怎麼喝起來有點中藥感呢 因為它是番茄鍋燒 但是我本來預計它會帶一點酸味 但是沒有什麼酸味 番茄味也沒有到很重 滿就是學校會賣 食堂會賣的那種食物的味道 因為我以前在讀護校的時候 也都是買校內的食物 我覺得標準值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算還不錯了 哇 它肉片超多的耶 光撈肉我應該撈到有四片的吧 我上面有餐廳 我餐廳是77塊的 77喔 那我就可以耶 而且肉有滿多又有蛋 它是整顆荷包蛋的那種耶 我現在一顆蛋加夠也要15塊 好 我吃完這一個了 我覺得味道還OK 其實是我會買耶 我覺得營養算滿均衡 口味上也不會到偏種 你吃完之後接著下午可能上課 或是校外活動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想要睡覺 我下一個來吃吐司類的好了 Oh my 它是巧克力卡拉 一個45塊 我以前其實還滿喜歡吃草莓加蛋 因為我曾經開過那個早餐店嘛 那時候就是一直會有人這樣子點 然後加上我在嘉義讀書的時候 嘉義就是 有一間早餐店就很熱門出這種類型的食物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還滿喜歡吃這類型 但巧克力卡拉我倒是第一次吃 欸 他們的巧克力主吃味道很合理耶 我覺得意外的搭耶 因為其實巧克力配那個炸雞啊 你的巧克力是要有點苦甜的那一種 可是它這個巧克力你吃得出來是 我們一般早餐店常用的巧克力醬的那個味道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卡拉雞是配辣的 我覺得吃起來還滿和諧的耶 這個我會買耶 有點神奇的味道 哇 這個卡拉雞會辣耶 我現在整個嘴巴在默默的辣起來 接下來這個是滑蛋肉片飯 我跟大家說這木側看起來料也超多 它好像這類型的食物料都超多的 你看這還有高麗菜 散蛋 豬肉片 還有這個魚板 它其實整個感覺有點像是那種 石井繪飯的感覺 但它聞起來比較像是青子丼的味道 它好像媽媽煮出來的味道喔 它整碗的那個味道就是有那種 很濃郁蔬菜的甜味 然後感覺有一點點味醂的那種味道 這很家常味耶 這碗我覺得滿珍惜的 而且它是飯 但它其實吃起來比較像是 有點像粥的那種感覺了 而且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是學餐的關係 鹹度都沒有到很高 它其實加工食品沒有放很多 我剛剛雖然有看到魚板 但它其實沒有放很多 剛剛鍋上面比小王 我比較喜歡這個瓜蛋耶 因為我覺得這個煮起來 太有家的味道了 以學生來說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反應家的味道 可是今天我自己現在是一個社會人士 所以這樣吃一次就覺得 好想回家的那種感覺 吃完了 我買吃完這個了 家常的味道 媽媽的味道 阿嬤的味道 咕咕的味道 就其實你家裡面 基本上是誰煮的就是那個感覺 接下來是這個玉米蛋餅 而且它超巨的 你知道我現在畫面上看起來 它就是 它看起來超像一艘遊艇的 超級肥 你看這個側面 OMG 切開一下看它裡面料有沒有很多 蛋餅看起來很肥耶 因為它的蛋餅也是現成的 竟然是現成大小 應該是感覺都要差不多 可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它看起來就是特別的大缺耶 喔 它蛋其實算很厚耶 你看 這算多耶 因為通常這種類型的蛋餅 它那個蛋是超薄一個的那一種 就是你想像得出來 你去早餐店買的蛋餅的味道 但是因為它蛋用得比較厚 所以它蛋的香氣就會比較多 我覺得整個就是滿好吃的耶 蛋餅界來說 皮不特別 蛋也不特別 玉米也不特別 但是它的量給得比較多 在你嘴裡面的口感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玉米的量其實也給滿多的 就你每一口都咬得到 看起來連點醬油 他們只有醬油嗎 還有醬油膏 超級米米 米粉湯 因為北一女其實離台大有點近 然後台大附近有一個三盒米粉湯 是我本人的愛 所以我剛剛就默默因為想說 唉唷 12點 去買三盒米粉湯 它基本上是不需要排隊的 就附上這個三盒米粉湯的這個醬油 我覺得應該是會滿搭的 嗯 這個醬油跟這個蛋餅不是很搭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想說它既然是配大腸頭啊 小紅瓜之間應該會滿合理耶 呃 吃起來不是很合理 怎麼會這樣子 但是這個醬油膏有點甜啊 吃完了 這玉米蛋餅我會買 38塊玉米蛋餅 如果是我學生十幾 我就覺得它有點蛋花鬼 但是呢以一個出社會的人 吃到這麼厚的玉米蛋餅 雖然說它的味道完全不驚豔 但是呢很扎實 我自己會買它 可是北一女呢大家買不到 最後就是我們的水餃了 12345678910顆 水餃每顆6塊 60塊的水餃 很像這個 它其實就是一個中等大小 很熟悉的味道耶 它就是水餃 大家水餃都吃幾顆啊 8到10顆 那請問你一次點水餃點幾顆 我會點30 如果我有時候是 點水餃的時候 是我想看東西的時候吃 所以有點像點心 我就這樣一顆一顆 然後再邊看電視 我想說10顆它怎麼會吃得飽 我覺得整體吃下來 就是校內餐廳會出現的那個味道 吃完之後 可能因為他們的學校調味沒有到很重 我其實吃完是一個清爽的感覺 因為我還記得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午餐的口味都滿鹹的 所以我剛剛吃完的時候就有一種 滿輕盈的那種Fu 吃完了我們這一次北一女跟建中的 他們通常中餐會吃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的中午吃的東西 口味上都沒有我想像中重耶 因為我本來在想說學生時期吃的東西 應該都會滿heavy的 但我整體吃起來我覺得還算OK 尤其是我最近的口味其實變得滿清淡的 先拿北一女來說 因為他們只能在校內用餐嘛 就是我覺得北一女裡面賣的食物 算是還滿多樣性的 因為你看有早餐的類別 然後還有蛋餅 他們的食物的種類裡面蔬菜放了很多 然後我覺得滿均衡 以價格上來說我覺得還OK還算可以接受 建中因為他們中午可以到外面去用食 然後他們用餐吃的東西 其實我今天有撈到我自己覺得滿不錯的店 然後建中麵店的話 我覺得以這個價格在台北 我覺得算是非常少見的一個價格 然後我覺得它整體吃起來又非常的加強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吃吃看 然後另外一間就是零加乾麵 雖然我們打包回來沒有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因為它本身麵條的那個鹹度 就是那種微微的鹹又沒有很死鹹的那種味道 然後再配上面條的口感 因為它那種類型的麵條調味起來 我覺得應該會非常好吃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江浙四海點心 江浙四海點心其實最有名是它的炒飯 但其實我覺得它的包子也滿好吃 這幾間如果在我們家附近 我一定都會滿常去吃吃看的 然後我覺得整體吃下來 我覺得他們都吃得算滿好的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我也就是想要吃哪一間 然後如果大家學校裡面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或是你們學校的學生有比較特別的 那種中餐或吃什麼或晚餐吃什麼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請問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拜拜 一點半了 我該去上課了 學生不是一點半嗎 對啊 一點 一分鐘的那個休息到12點50 12點50 睡覺啊 對啊 睡覺啊 不是睡覺一起來就上課 沒有 因為睡覺醒來 最好會有中間的休息時間 10分鐘還是5分鐘 我才開始上課啊 你要記牢 我先認識我喔 不愧是十八分的學生